今天第五十九屆的金鐘獎最佳新人 入圍名單出爐 這回話題性十足 不只有這一位從主持圈跨界到戲劇的Lulu 還有同事演員的謝祖武的兒子謝展榮等人 他們都大方的展現特色 經典泳池劇情給人滿滿戀愛感 黃露子英Lulu從主持界跨足到戲劇界 表現都相當亮眼 正會主演Netflix新劇此時此刻也精彩入圍 近期她還有演出政港分局 黃露子英出道十年已奪下金鐘主持 正朝雙金出發 同部劇中以新人之姿出道 二十二歲小青星許麗婷 此時此刻飾演學生板林新竹 更在其他電影本日宮修中號稱是少女版陸小芬 首次在劇中扛下重要角色的彭謙佑 在不良執念清除詩裡挑戰冷面醫學院學霸 這回更一次雙入圍最佳男配角獎 以及最具潛力新人獎 謝展榮評鑑有生之年 入圍第五十九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最具潛力新人獎 出身試題就入圍金鐘 同為演員的嚴父謝祖武認為 入圍是一種緣分 也要兒子把接下來工作做好 帥氣上來勢不可擋 從中華隊國手轉換跑道首次演戲的楊晴 一出演客家好劇女孩上場二就入圍新人獎 他笑說很開心但也很焦慮 金鐘新人入圍人選 每一位都話題滿滿 但人人都希望能角逐最後勝利 3D選擇高官選擇羅佩玉台被採訪不到